請主任秘書報告出席委員人數 報告委員會出席人數以主法定人數 主席宣布現在開始開會 請醫師人員宣讀今日議程 報告事項 110年6月7日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這決定事項內 依各黨團同意至6月7日星期一下午至6月18日星期五 召開第三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6月10日星期四、11日星期五及15日星期二 召開委員會會議 3、6月8日星期六及9日星期三 邀請行政院院長、主席長、財政部部長 與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相關部會首長 內席報告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會員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案編制經過 議案行打完畢後 即交審查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呼籲 討論事項 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會員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109年1月15日至111年6月30日指 先讀完畢 好 本次會議是由財政、經濟、交通、未還等六個委員會聯繫審查 中央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那接著呢我們要請相關部會的首長提出報告 不過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啦 我們今天呢就邀請主計處還有財政部以及經濟部、交通部、衛福部、勞動部六個部會上海報告 其他的請參閱書面資料 以節省時間 那請報告人呢盡量的重點 簡要的這個報告 那 我們今天呢這個報告跟巡達 就不再介紹在場的這個委員及官員啦 那首先呢先請主技術主技長 朱澤民朱主技長來進上台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編制經過及內容概要 本人以本年六月八日向大院提出報告 緊就主要內容說明如下 行政院以特別條例的規定 以編列特別預算四千一百九十九億元 是英國內疫情升溫啦 原理據特別條例 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查案 送請大院審議 大院以五月三至一要刪讀通過 這個內容主要是首席經費有上限四千兩百億元 提高為八千四百億元 並且視疫情情況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送行大院審議 面對近年來 國內疫情新變化 行政院針對過部會的一個需求 編據第三次追加預算案 其主要內容如下 稅初編列兩千六百億元 如一道機關北編列情形 衛生福利部編列七百九十二億元 主要係辦理疫苗與藥品臨床試驗 以及採購及檢驗 以及相關的防疫費用 經濟部編列五百八十四億元 主要係辦理商業服務業 及會展產業的員工及薪資營業成本 以及融資保證利息補貼等 勞動部編列四百四十九億元 主要係辦理自營昼夜者及無一定 固執事勞工生活補貼 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 教育部編列兩百七十八億元 主要係對兩歲之國小階段海童 以高中、國中身心障礙 隨身的家庭防疫經費等 教育部編列兩百二十四億元 主要係辦理旅館業者、旅行業者、觀光業者、導遊及連隊員工薪資及補貼等 農業委員會編列一百九十七億元 主要係辦理農移民生活補貼、農於續產業休學、農業紓困貸款利息等 文化部編列四十五億元 只要辦理藝文事業員工薪資與營運補貼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編列十四億元 只要係辦理簡訊失聯制以及手機門號的定位及追蹤發送防疫簡訊等 內政部編列十二億元主要係協助檢疫場所、勤務、資源、協訊、居家隔離、失聯對象及接觸時的複查工作 環保署編列五億元去辦理隔離則會去物的清除、補助地方政府的一些加班會 環保清潔人員的加班會及獎勵軍 另就正式被編列來看 社會福利支出編列一千三百八十八億元 經濟發展支出編列一千兩百五十七億元 社區及環境保護支支五億元 以上經費到首席財源兩千六百億元 全數以舉例債務致印 以上報告進行 主席及各位委員女士先生會議指教並鼎勵支持 謝謝 好 謝謝主席長 接著我們請財政部書建榮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貴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中央政府特殊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清特別預算 第三次最佳預算案 以下請就本案裁員籌措情形檢要報告 依據一百一十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公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證清特別條例 第十一條規定 所知經費上限正為新台幣八千四百億元 並得視疫情狀況分期編列特別預算 一百零九年受肺炎疫情蔓延影響 各國都擴大紓困及證清規模 我國一編列中央政府防治及紓困證清特別預算 並應疫情發展以辦理兩次追加特別預算 總計編列四千一百九十九億元 裁員以移用以前年度稅計剩餘三百億元 及既在三千八百九十九億元 致印 四 因國內疫情變化為家事辦理各項緊急防疫及紓困措施 本次追加預算案編列稅出兩千六百億元 規劃簽署於既在適應 並計前已編列部分 預算規模擴大至六千七百九十九億元 有關既在部分 依據上開特別條例規定 因應供應在法第五條第一項管控債務存量 經並計中央政府總預算 前瞻基礎建設計劃 新式戰機採購及本特別預算案之 債務舉借數 預估114年底債務比例為 百分之三十二連九 即上限百分之四四點六 上於七點七個百分點 可給債額度約1.4兆元 本次追加預算案 西位因應緊急防疫及紓困需求 短期導致債務增加 但可降低疫情衝擊 有助維持國內經濟動能 後續本部將是本特別預算案 稅出執行情形 妥為辦理債務舉借 以例稅行各項防疫紓困工作 並依預算法公共債務法及財政紀律法等規定 落實債務控管 在期待疫情危機中維持財政穩健 以上檢要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會與支持指教 謝謝 謝謝蘇部長 緊接著我們請經濟部 經濟部部長王美花 因居家隔離 請林全能市長代表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早 經濟部就本次特別預算追加預算的情形做一個報告 那這一次我們追加預算的編列經費總共是583.72億元 那副表請各位委員來詳參 那接下來就本次追加預算的編列情形來做一個報告 首先這一次的本次預算的編列情形我們辦理的工作如下 第一個是辦理捐助公園院開發唾液減體分子快速篩檢系統等所需經費 原來公園院所編列的這個分子快篩 快速篩檢系統所需的經費是編列是1.2億元 這一次的增加追加所需經費是1.1億元 第二個部分我們辦理受疫情影響商業服務業與會展產業薪資及營運資 資金的補貼等所需的費用 這相關的費用在原來的特別預算裡面編列是191.58億元 這次因應疫情的一個提升為第三級警戒追加 預算為429.22億元 第三是補助我國廠商出口保險及行政的費用 以及貸款利息等所需的經費 那這一次我們追加的預算是1.3億元 第四個部分是我們針對傳統市場及夜市設施更新改善所需的經費 原來我們補助地方政府改善傳統市場及夜市的安全衛生 整潔明亮的設施原編列是5億元 這一次疫情的擴大我們再追加所需的預算2.1億元 第五項我們是辦理受益型影響事業貸款融資的保證 利息補貼以及融資診斷等所需的費用 那這相關的經費原來是編列了796.48億元 這一次疫情提升為第三級警戒 我們再次追加經費為150億元 那第二個部分就目前本部所編列的特別預算實施的成果來做一個說明 那本部目前所編列的特別預算總共有2282.52億元 目前累計到5月31號的執行數是1485.3億元 佔我們的預算分配數1547.16億元至96% 相關措施執行的情形如下 第一個防治措施方面 我們已經完成核酸分子快速篩檢系統計畫 那完成了12台的一個檢測儀 1萬劑的一個試劑的試量產 以及兩台前處理與分子快篩整合的雏形機 那目前在去年的7月取得衛務部的專案製造的一個核准 那第二個針對紓困措施的部分 首先說明我們在薪資及營運資金的補貼 那目前在109年的第二三世紀及110年今年的第一季 每人經常性的薪資補助上限是2萬元 以及按在職員工人數每人1萬元計算至一次性的營運資金 那截至110年的5月31號 我們包括商業服務業製造及技術服務業 貿易服務業以及匯展產業 總計已經核准補助8.16萬加7億 那受惠的員工有97.5萬名 那核准金額是605.27億元 那第二個部分就減負擔的部分 我們對於受疫情影響的監困企業 依受衝擊程度給予不同的水電減免折扣 減薪企業的營運負擔 截至110年5月31號 水費減免95.1萬戶受惠 減免金額是7.13億元 電費減免總共有162.7萬戶受惠 減免金額是281億元 那融資協助的部分 那我們針對包括 就有貸款的展延 營運資金的貸款 振興資金的貸款 以及小規模營業人 50萬元貸款等等 截至110年5月31日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以協助27.9萬加企業 取得融資9023.6億元 來穩定企業的經營 那下面也針對振興措施的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那針對振興措施 包括振興三倍券 那這一個振興三倍券 總共累計超過2332萬人領取 那紙本三倍券 累計有2151萬人領取 那整個總共的一個這個金額 兌換的金額是 約642.89億元 那另外我們也針對 製造業的研發 給予企業來做 相關創新研發的補助 那截至到110年的5月31日 合定補助1747案 補助金額是 42.9億元 那另外在這個疫情過程的 階段我們透過數位 德克服務的轉型 來協助我們的商業服務業 來提升它的一個相關的 市場的拓展 那截至110年5月31日 合定補助我們餐飲業 零售業有7,975家 補助2.01億元 以上請就本部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增興特別預算 第三次追加預算編列情形 做檢驗報告 謝謝 謝謝林全能次長 緊接著我們請交通部 王國財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以下就這一次的最佳預算 223億9千7百多萬元 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主要是包括 防治經費跟疏困經費 防治經費 防治經費編列五十七億九千 兩百九十六萬六千元 主要是來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構建完整的防疫體系 其中包括防疫旅館四十三億八千六百六十五萬元 以及我們機場的這個防疫車隊的部分 大概八億七千萬元 那另外也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防疫專車 大概四千八百萬元 另外我們的交通業者的防疫用品的補助 變了四億八千多萬元 那在紓困經費部分 編了一百六十六億四百三十三萬元 其中包括旅行業、觀光業 取消團體旅遊的補貼是兩億三百九十九萬元 另外就是觀光產業員工薪資跟營運成本補貼是五十四億 一千五百四十八萬元 那另外就是計程車、遊覽車、小客車租人業 以及駕駛、駕駛班的這個薪資跟營運成本的補貼 總共是三十七億四千零六十一萬元 那另外一個是航空、機場業者的降落費、土地、房屋、 飛機、修復、盆 還有這個包括它的一些使用費跟全力金 這個部的補貼是四十七億六千三百八十五萬元 另外對於航空站的地勤、空除、 國際航廈的商業服務設施 就是包括這個美稅店的等商店 員工薪資跟營運補貼是十六億兩千四百萬元 那另外對於觀光跟航空業 我們提供貸款利息的補貼大概八億五千六百四十萬元 那在上一期的部分是我們總共的經費是四百八十六億元 那其中振興的經費是四百四十三億 那現在執行的部分大概九成 那其中所包括的包括觀光產業、露營產業、海運、空運等 請各位委員參與以下報告謝謝 謝謝王康哉部長 接著我們請衛福部陳時中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十屆第三會期第一次臨時會 財政內政、經濟、交易、文化、交通、社會及衛生環境文會 第一次聯席會議本部陳曉列席報告 請求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預算案編列重點提出報告 近期各位委員不令指教 那本部主管本次的追加預算案編列七百九十一點六八億元 包含防治經費本次追加預算六百三十二點四億元 編列項目如下 強化邊境檢疫及應變醫院整備 實行病患隔離治療集中檢疫場所 圍運及增設等所需經費六十五點一七億元 二提升疫情監測量能及檢驗量能 擴充防疫資訊系統 加強多元管道衛教宣導及補助地方政府防疫動員等 所需經費七七點七三億元 三辦理防疫物資與藥品之徵用 採購及倉儲等所需的經費七十三點二四億元 辦理疫苗與藥品臨床試驗採購及檢驗等所需經費 兩百六七點一七億元 五發給防疫具績效者獎勵金補助醫療事業 因防疫需要停診停業自營運損失等所需經費一百四十九一 一百四十九點一億元 二紓困經費本次追加預算一百五九點二七億元 編列項目如下 一辦理民眾急難疏固救助所需經費六四點七六億元 二辦理關懷弱勢加發生活補助所需經費四十點六六億元 三補助地方零至二歲幼童家庭防疫所需經費三十七點二億元 四辦理受疫情影響至營運困難之社會福利事業及各項照顧服務提供單位等 紓困補貼措施所需經費十六點六五億元 那全球疫情現在還是繼續的變化中 病毒變異株陸續出現且傳播力更強 今年五月中旬國內疫情升溫為維護人民健康防止疫情擴散 嚴重特殘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 並積極強化各項防疫措施包括盤點與整備防疫物資 提升篩檢測量能加速確診者載運持續擴充專制病防及集中檢疫所 並推動疫苗接種等全體動員實施各項優質防疫政策 全力守護國人的健康 那本部呈大院各委員會之指教與監督在此進卸層 請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以上報告 部長那補充報告 陳中部長下午1點到3點請假 由常務市長薛業員代表出席 請接著我們請勞動部許明春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本部前次追加預算的支持跟督促 那以下請就第三次的追加預算編列情形提出報告 本部特別預算第三次追加預算案共計編列448億8,450萬元 包括以下兩個部分 第一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的勞工生活補貼方案部分 考量我國疫情仍十分的險峻 本次追加預算編列439億8千萬元 預計協助185萬名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的勞工 為防疫避免群聚以補助重檢合發重塑為原則 109年曾領取的勞工 無需提出申請 截至6月8號指已合發105萬4千089人 金額計301億647萬元 其餘試用對象可於7月5號前上網登錄匯款帳號 本部將盡速撥款 第二勞工紓困貸款利息補貼方案部分 為減低疫情對勞工生計的衝擊 本部續辦勞工紓困貸款 本次追加預算編列9億450萬元 預計協助受疫情影響勞工50萬人 以貸款獲得資金因應短期生活的需求 本貸款將於6月15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因應疫情期間可下銀行採線上申辦或線上預約方式辦理 本部所編列預算精細為協助勞工度過疫情難關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及鼎勵支持 謝謝 謝謝許文春部長 接著我們開始進行詢答 先做以下的宣告 每位出席委員發言時間為8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2分鐘 每位列席委員發言時間為6分鐘 必要時得延長1分鐘 今日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目前我們以登記發言的委員相當的踴躍 已達80多位 故必要時得延長開會時間 那本次會議委員若有特別的預算提案 請致辭於明天中午12時前送到主席台 以便議事人員整理 現在依照發言登記順序 請登記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個是不是請那個衛福部陳部長 還有經濟部的林全能次長 有請陳部長林次長 還有朱祖記長 朱祖記長 那個部長 我請教你齁 因為在今年年初 國內大多數人都沉浸在整個疫情解封下的這個經濟緩彈 那對於國際這個變種疫情啊 嚴峻 好絲毫沒有警覺性的同時 那本期從各部會所面對執行的態度 就可以來看出來 疫情重創台灣 不是沒有原因 齁 準備好了 就是政府官員 一貫忽衍民意代表的質詢 這種態度 那請問陳部長 國人難易擴散的狀況 各行各業 因為疫情 而受到的財損 甚至於降不下來的死亡人數 是不是政府各機關準備好了 而且早就知道要面對的結果 部長你的看法呢 陳部長 當然在這個疫情非常的嚴峻 雖然台灣在前一段時間比較少的疫情 那不過在過年的時候 也有部桃裡面的一個感染 所以我們對於這相關的一個疫情 我們一直都提高警覺 但是你們的超權部署 你認為有落實嗎 我們一直隨著疫情 來做各樣的因應 那各樣的因應我再請教 明明有國外疫情擴散案 這些案例可以做接近 能夠及早的 讓這個政府民眾都有做準備 結果 讓國內疫情發生不可收拾的現況 那請問 死了那麼多人 現在 向國人道歉 你認為 有用嗎 如果說 疫情無情 相較感受疫情 可怕的民眾 講實在話 現在很多民眾 碰到我 他們都如 驚弓之鳥 尤其是 雙北啊 重災區 他們是很擔心啊 會不會 你認為這個會不會是 官僚無人 進而催化 疫情發生許多 難以挽回的遺憾 你的看法呢 當然 對於這個 各項的一個發生 不管是疾病或生命的損失 我覺得我們的道歉 是一種態度 但是更重要的 是要有積極的作為 對 那你要積極作為 但是我看到 這段時間的表現 講實在話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啦 今天你看 社論啊 寫說 政府黨民間自主快篩 根本就是 自己綁手綁腳 而且喔 部長 前天 院會聽到你說 同意居家快篩 但是疫情 擴散到社區感染後 一直到前天 以前的時間 我們聽到的是 你拜託民眾 盡量 就是不要移動 完全 聽不到你以 疫情指揮官的立場 來推動普篩快篩 請問這是政策錯誤的 所以轉向嗎 你認為呢 沒有 但在去年的時候 當然這個所謂的普篩 在裡面是沒有它的一個必要性 你一直說韋英韋洋啊 對 那現在進到社區傳染的時候 那事實上 作為廣篩 能夠及早把病人找出來 這也是我們的政策方向之一 是對的吧 現在這樣的情勢是應該要做的 那問題是很多的黑術 那個 那個部長 我請教你 因為齁 最近啊 我們看到很多確診者 在到院前已經促死 而且高達百分之十一點八 一共有三十五位 這個裡面啊 這三十五位裡面 有這個 像昨天有一個記者 促死後確診 還有車禍以後 去看醫生確診 還有 這個 密閉以後 確診 在 我們這裡 這個檢察官 在鄉院的時候 是臨地卷署喔 六位裡面啊 這個 一共有五位染疫 像這種狀況 非常嚴重 表示齁 社區裡面的黑術 非常的多 他是 處死以後 他也其實也沒有什麼 因為你看那個 車禍發生 他是送醫院以後 醫生檢查說 你有感染 而且 他是什麼 是已經會部禁論了 齁 那這種 其實齁 進一步再看 那些鄉院的檢察官也好 或者是警消也好 或者是華裔也好 他們啊 都陷入 難易的危險啊 都等於是深陷在裡面啊 因為他們不知道到底 這個人是怎麼死的 但是 先前也沒有徵兆 所以說齁 那個 部長 我認為啦 你像重災區 裡面有熱區 熱區裡面 應該要普篩 要快篩 然後 你要是普篩快篩 有這些黑術 你應該另外要做一個處理 做區隔 然後 這個一定要 讓他們 這些另外 齁 你有 等於是說 有一套專門 就像 對岸他們那個方艙醫院一樣 做一些區隔 不要再難給家人 難給其他 周邊的人 因為黑術很多啊 部長 你有什麼幹話 在這裡面 當然就是 有在社區隱藏的病例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是在熱區裡面 要廣設篩檢站 對啊 那你認為 雙北是重災區喔 對 雙北 我是 新北的議員 當然我認為說 重災區裡面 你有熱區 熱區就是要普篩 要廣篩 而且齁 要是真正 你要是普篩以後 有陽性表現的 馬上就去做PCR 點線面 你把它做一些區隔切斷 這樣才有辦法把這些 因為你現在政府 疫苗你也不夠 而且真的講 現在民眾殷殷其盼 就是疫苗趕快進來讓他們打 才能夠安心啊 但是現在政府做不到啊 其實立法院 我們在野黨也讓你編很多預算啊 我們從來沒有黨 但是 政府說超前部署 結果呢 你部署什麼 我都看不出來 真的耶 疫苗在去年9月底就開始簽約了 簽約到現在 半年啊 半年多了 那時候都是 還沒有EUA 我們為什麼就簽 那時候我們就有看到 疫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你總共到底簽了多少 能夠進來多少 你 跟所有的委員大家 讓大家清楚嗎 我們已經有簽約 國外採購的 是1981萬劑 1981萬劑 那多少 多少時間可以進來 那就比較難掌握 不過我們隨時 跟總公司一直維持聯繫 希望能夠趕快 那個我是認為啦 為什麼其他的國家 他們簽了約以後 很多那麼快進來 其實我們編列預算 今天要是國外的價錢 稍微高一點 我認為也應該要買 你不能說 這個 因為 價錢把它殺低 當然就慢慢拖拖 那結果 我們現在 難力的越來越多 每天啊 真的 民眾現在就像什麼 驚弓之鳥呢 這是很嚴重啊 因為我碰到很多民眾 他們都 都很害怕 這我們要持續努力 你們作為中央高官 尤其你是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更應該要了解 這個老百姓的痛苦啊 真的 我是希望說 你不要讓民眾恐懼 不安 甚至於憤怒 那他們也現在 也針對一個問題 所謂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 那個部長 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郭台銘要買五百萬劑 齁 那個 佛光山 要買五十萬劑 等等 民間企業 其實齁 你們 應該要 鼎力大力的協助 不是齁 這個 昨天啊 這個 行政院書院長 那雙話 講實在話 老百姓聽不下去 酸言酸語 我認為那個道可不必 對不對 佛光山 佛光山 事實上就是 現在跟我們談過之後 事實上 在貨品上面的 整個的談判 現在是由本部 來跟接接來進行 好 那他們是願意來捐款 因為事實上 直接要從民間單位去購買 是有困難的 那至於這個 郭先生相關的 我們也積極跟BNT在聯繫 好 我是希望說 你要有積極作為啦 那個 經濟部來 林次長 喂好 那個 苗栗電子廠這些群聚感染 CNN及彭博社的報導 分析 台灣這波疫情 可能會讓原本資景的半導體 缺貨更加嚴重 請問疫情擴散到國內科技場 引起國外媒體注意 市長你有對國內這些經濟成長 你認為有沒有影響 我們在苗栗的地方 大概有 這個跟我們的前進指揮所那邊合作 來控制苗栗地區 有一些企業他們的一個這個 疫情的擴散 那現在目前為止受傷比較嚴重 就是金元電 還有超 金元電 那金元電本身移工都移出了 那他會影響到他的一個這個整個生產 大概有將近50%左右 這是我們目前掌握到 那目前跟前進指揮所那邊合作 都已經相關的這個疫情控制下來 你不要讓原來這個 貴於返鄉這些台商再度游向世界了 這很重要 是我們會努力去做到這個防範的工作 好不好 最後再半分鐘 那個主紀總長 那個朱主紀長 因為經濟成長率 這個上個禮拜你們發佈說 今年有5.46 那請問是什麼理由讓主紀處 有這麼樂觀 來認為有這樣的一個成長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所謂的出口的成長率 大概是成長百分之三十左右 而且投資的成長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是 是根據這個事實來 所以說你對成長百分之五點四六 很有把握是不是 就目前的資料來看的時候 這個資料是恰當的 未來要變化怎麼樣不知道啊 未來的話 我們會按計會修正我們的 謝謝林德副委員 好 那那個紓困這方面 未來會不會發三倍券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沒有這個規劃 因為現在很多人哀哀笑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德副委員 因為今天發言人數眾多 請各位委員發言 盡可能的控制時間 先接著我們請陳廷菲委員發言 直訊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陳時中部長 有請陳時中 陳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今天中研院 基因體中心研究員馬策 他有說 Covets 之前 因為菲律賓 將該平台發送的疫苗 濫權給 該國的政客 權貴 富人等 優先施打 所以呢 被大動作的警告要取消 供應給菲國的數百萬劑的疫苗 那這個問題 讓我們很擔心 因為我們台灣 剛發生了一個好心肝診所的事件 那雖然台灣跟菲律賓 在Covets平台取得疫苗的一個狀況 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也會擔心啊 因為這個真的是非常離譜的案子 為什麼離譜 因為基本上 該診所他們列測的 77名的醫護人員 基本上 你要給多少劑量 你都非常清楚 那怎麼會 他在6月7號要求15頻 6月8號再要求100頻 總共115頻 可以打多少人 可以打將近1300個人 可是你的造冊才77個人 這麼大的差距 為什麼衛生所 他會給予 這麼多的疫苗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這並不是只有所謂的 政客權貴富人的問題 這是已經鬆散 那這個會不會影響 把這個問題 鬧大的話 現在COVID-19平台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而給予我們有任何的 所謂疫苗處理的過程 有一些些的聲音 部長你會不會擔心 COVID-19是一個世界 針對這種公平分配 能夠照顧的一個平台 所以當然他對於分配的一個樣態 也當然會關心 那國內先從醫護人員 再乘高風險的這些人員 到我們這個長照75歲的 這樣的一個分配 基本上是恰當的 對 但是現在爆發分配不均 當然不是我們中央政府指揮中心的分配不均 是我們給了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分配不均 那現在我們已經要求檢調要調查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態度 我們要表現得更清楚 這並不是我們指揮中心的分配不均 而是因為有人謀不章 或有什麼其他的因素 所以我們要求檢調一定要徹底 而且要最快速 當然像這樣的事情 但我想這是要這個整個疫苗 大家都是非常關心的議題 那如果上面有任何上面行政的問題 那都要嚴查 嚴辦 否則我們很擔心如果我們今天沒有把它查清楚的話 到時候是不是會落入像菲律賓一樣被COVAX警告 這是很擔憂的啊 所以部長這個可能我們的態度要更為積極一點 否則大家都在看啊 看指揮中心怎麼處理台北市政府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話 可能以後 你就沒有辦法去控管其他縣市政府 怎麼去處理這些疫苗了 好這個部長再麻煩一下齁 我們請勞動部部長 有請許部長 委員好 部長 在上一次勞工10萬的紓困貸款 並沒有個人綜合所得需要在50萬元以下 為什麼我們這一次突然間要增加 院長說都跟以前的條件是一樣的啊 為什麼我們要突然再增加這個個人所得 要在50萬以下 你覺得這合理嗎 而且是突然之間喔 本來你們公佈的第一板 是只有第一項跟第二項 也就是參加勞工保險者 或是為參加勞工保險者 可提出工作事實的證明 結果現在又增加了第三項 是突然之間昨天突然增加的 什麼叫信賴保護原則 人家已經在提出申請了 你們突然之間在增加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非常不適宜 跟委員報告喔 那個申請是6月15號才開始線上申請 可是你們的條件公佈 對我跟委員報告因為 你們條件公佈已經是公佈這個樣子了 我覺得非常的不適宜 報告委員因為 因為今年主要是貸款名額減少 去年有100萬 今年50萬 為了照顧經濟上相對弱勢的勞工 所以6月4號 部長 部長不用再解釋那麼多了 我就認為不適宜 你們當然有你們解釋方式 你們才會去再新增這個部分 但是從昨天 當然如果到這個 你這裡有這麼寫嗎 你有說優先嗎 你們就是這樣在第三點增加了 個人綜合所得需在50萬元下 昨天所有的新聞媒體報導 也都是這麼說 報告委員您的意見我會提到 行政院的跨平台會議再來做 部長我覺得我們公佈了之後 即使6月15號才要開始申請 我們公佈了之後 該怎麼做就是怎麼做 不要再給人家做新增的動作 那個感受很不好 那個一定又會弱人畫餅 所以這個部分麻煩一下 那有幾點我再跟部長再建議一下 就是安心就業計畫補貼對象 是不是應該要增列 無與雇主約定工時的部分工時勞工 也就是打工者 這些打工者基本上因為 他目前所有都不適用 因為他也沒 他雖然這個打工族群 是不適用於安心就業計畫的 那因為他有勞保 又不符合衛福部擴大急難的資格 所以打工一組是沒有辦法 在這個區塊去得到補助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部長要去思考一下這個區塊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自營作業者或無一定雇主 勞工生活補貼 他是不是要應該放寬去認定修正 尤其我們的版本是六月份 六月才提出的 正式所有的版本是六月才提出的 你今天把它拉到到四月底 其實你們說怕大家會 因為這個紓困所以有緊急投保 不會啊 我今天知道的時間點 你可以從你公佈的那一天 而不是拉到前面啊 這個對於在五月初跟五月中 家寶的這些人是非常不公平的 他找到工作這些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要放寬去修正 然後還有所謂的你拉到前一年度 一百零八年 其實一百零九年我們就受到影響了啊 我們的疫情是一直持續的嘛 所以你拉到說要認定一百零八年 他的所得總額未達新白币四十萬八千元 其實這也有錢不合理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都要去思考 這個都是我們在基層 接到大家的反應 麻煩我們部長 應該要來協助從寬去認定 看怎麼處理齁 那我們請教育部 請教育部 部長 再來就是還同家庭防疫補貼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以國小以下補貼 然後再來就是國中高中是弱勢 弱勢孩童 身心障礙 身心障礙的孩童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去除掉 國中高中或是五專 這前三年 單親的學生 單親也很辛苦耶 如果他自己本身 他有家庭的 他那個媽媽或是爸爸 他們單親 而領有政府的一些協助跟補助呢 這些人是不是也可以 納入到他們本身的 這一個孩童家庭防疫補貼 針對單親 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官 因為這一次 確實是 以在家庭裡面 父母這邊 真的都很辛苦 但在照顧上 特別需要再給予支持 所以這次範圍 當然這個也受限到 是啊 部長 為什麼說單親 因為他沒有辦法輪替啊 他如果真的是 他本身 他必須負擔這個家計 他整個家庭的 家庭狀況就是比較辛苦 所以我這個是提議 希望我們是不是可以 再重寬去認定 再來就是 社團指導老師 課後輔導老師 運動教練等 非典型就業教育工作者 可以比照社大獎師啊 或是運動 事業從業人員 可以每人最多補助四萬元 是不是這個部分也可以 尤其很多的課後輔導老師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得到 他應該有的協助 這個部分是我給你們的建議 謝謝 跟委員報告 跟你們的建議 委員社團啊 輔導這部分老師 我們也在做盤整 我知道你們應該要更快速 讓他們不用太多的擔心 還有除工的問題 除工的問題要拜託 你們現在叫人家還要去工作 才能拿到這個補助 這是有問題的啦 我已經有跟署長報告過了 這還是要檢討啦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平台 所有的平台建構起來 如果我們有什麼問題 第一時間 重寬重塑 來協助這些紓困 才能得到我們的意義 我們的紓困預算才有意義啊 來庭部長會後並跟陳委員報告 謝謝 謝謝陳廷菲委員 借著我們請吳秉睿委員質詢 真的及吳秉睿委員 是哪庭部長 現在對的證明 總幹部官員 總幹部所著的 第一個 以及媒體最缽 dollar 然後6月15就要開放零貴 昨天有國稅局的同仁 到我的服務處緊急陳情 就認為零貴的時候數量人數會很多 那你如果確定一定要做這樣的政策 一定要零貴的話 你們在安全的防護上面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整備 有沒有做什麼樣子的功課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 昨天院長在大院的院會裡面 也談到就是滾動式檢討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也了解到這個一線同仁的這個擔心 所以我們已經要求各國稅局 緊急採購相關的防疫措施 防疫的比照這個快篩戰的這個裝備 還有幾天的時間 所以第一個當然一般的就是戴口罩 量體溫什麼這些都一定是要做 然後這個格柵什麼 這個都要準備好 然後進去就是要噴酒精 要怎麼樣消毒這個 我相信這個最基本的都會做了 另外在人的分流上也沒有一些辦法 如果同時很多人擠進去 恐怕也不是一個好 我們未來會採預約制啦 就是先預約 然後到時間到的時候再來這樣 那問題是他要繳稅人 你說要他先預約 他就不知道啊 我6月15號可以臨過我就 我就跑去啦 所以你說一定要預約 那沒有預約到人不能進去嗎 跟委員報告啦 這部分我們確實我們會在滾動式檢討 看整個這個所謂實際上操作的情況怎麼樣 特別是雙北地區啦 對我是跟您報告說 我在服務處為什麼會接到這樣緊急的陳情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各個這個國稅局的 要臨貴的這些工作人員 他們的確是很緊張啦 那工作必須要做 因為也是要稅要收 為什麼不能演 我跟你講一個最大的理由啦 因為要錢啊 特別預算要錢啊 國家預算要錢啊 那你錢當然就是要收到稅 才有辦法支應嘛 那這一點講出理由大家會體諒 但是這些準備的工作準備好不好 我們已經已經要求各國稅局 我們統籌來給這個一線人員做最好的防護措施 那這一點要加油 另外就是說 也有人在說 既然法律條例上面是給 這個四千兩百億的預算 為什麼這次才編兩千六 你的舉債長短債 之間是不是有一些法令的限制 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短債的話 基本上不能超過這個 這個百分之十五 稅數預算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這次兩千六已經是上限了 因為我看好多部會的編的預算真的是 但是跟我們報告 因為我們特別條例裡面已經排除了 是 所以這一部分沒有問題 但是存量的部分還是受到限制的 是 所以存量的部分目前為止 我們存量大概是 還有大概 在我的報告裡面還有大概 1.4百分之 1.4兆 1.4兆 這樣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 我們 預估啦 大概年底的時候 大概是32.9%的比例 那麼距離這個40.6的話 還有 還有 這個您報告我有看 我的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這一期只編兩千六百億 因為這一期 照條例的匯定有四千兩百億 主席長要不要幫忙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我想主席長 如果一次編的比較夠的話 我舉一個例子 交通部的預算就明顯比上一次 要少一些啊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是看購單位的需求 知道 那我們 是考量他的情況 知道 那我們說我們就編列這一個 不會因為王部長是新任的 所以就對他比較柯啦 不會這樣子 不會啦 那個王 王部長口才很好 跟我們 要很多錢 好 那請回座 那我了解 那 再來 請你回座 我來請這個衛福部陳部長 有請陳部長 部長早 部長很辛苦啦 我們大家都很肯定你在這個 防疫上面的努力啦 但是喔 我現在有一件事情 我想跟你請教 就是 我每天喔 現在每天都只能待在家裡嘛 連這個 有時候有的會 比如說我們的中常會 我都是線上召開 也都不出門了 可是我每次 每天在家裡 就看到我太太跟我小孩 兩個 三個人 每天就是看到那個數字喔 新北市 新北市已經連續多少天 確診者殘連第一名 甚至到了昨天已經是 臺北市剩下幾十個 新北市一百六十幾個 那這個新北市如果一直降不下來的話 就是說他的比例現在已經明顯是 比剛開始 剛開始一開始的時候 台北市還蠻高 新北市因為人數多 所以接近 這我們了解 後來新北市超車之後 現在越超越多 比例上面新北市的高度高很多 你認為是什麼原因 這個在新北市 我認為他也有他好的地方 就他衰減算是比較積極 他的快篩等等的 做的數量都比較多 所以你認為是因為篩的數量多 所以自然這個 確診的就多 至少有看到這樣的現象 因為他裡面的 無症狀的比例也相對的高 所以這裡面 所以他最後在結果裡面 他的住院的相對的比例 是比較低的 然後在他的防疫旅館 比例是比較高的 換句話說是輕症 跟無症狀者 被發掘出來比較多 那原來他的這個防疫旅館的 那個尖數是最少的 六度裡面是最少的 對 現在有增加了嗎 他現在也 他現在是加強版的 加強版的防疫旅館 是有增加的 但中央也要支援一些 不過現在已經漸漸在平衡了 部長我跟你報告 我的服務處事實上 還有 有了里長直接打電話給我求救的 就是有確診的 還放在家裡好幾天 那一定要動用到我們民意代表 到處去溝通 才把他移出來 那在 停留在家裡做幾天的時候 原來同居的家人 其實你說 一個家庭 四五個人住在一起也好 三四個人住在一起也好 裡面有一兩個染疫者 所以他完全 都不跟他接觸那個很 真的很困難 對所以我們現在在重點裡面 也希望說能夠在 齁 零天到一天 希望把他都移出來 是啊 那這部分有沒有做好呢 已經可以做到85%了 平均85% 還有改善的空間 但事實上因為我看到 就是我以我心狀的狀況 心狀現在 雖然在新北市排第四 第四名 也是 數量也蠻高 確診數字已經 要接近四百 四百了 那 很多 到我們的 服務處來 或是到議員的服務處來反應的就是說 確實 可能是剩下那15% 還有人被留在家裡好幾天的 本來 兩個人確診 三個人 共居五個人 那另外三個本來沒事 到後來第三個開始發燒 全家都嚇到了 趕快來找民意代表說 是不是趕快把他們安置 讓他們可以隔離 去治療 那我最後跟你報告一個事情 像 這一次 晶圓電子也就是在苗栗 發生了這個 外籍移工的這個 確診 群聚感染 你們有派一個王 副指揮官下去 王必勝 我們衣服會的執行長 對 那他下去之後 明顯有降低啦 就是那個比例 數量上有降低 那當然是因為 移工的數目篩檢之後的結果 但是很多人認為這個是有幫助 甚至有人在網路上反映說 那能不能來幫幫新北市啊 我們新北市一直都有密切的聯繫 好 但我想 新北市的移植的速度 好 如果能夠更快 那中央集檢所 我們會充分的來配合 現在他常常發明新名詞耶 譬如說 登 到你的 住宅去給你快篩 這種隊伍 然後還號稱一天給六百個 新北市四百萬人口 熱區隨便就兩三百萬 板橋 新莊 三重 中和 永和 這些人口聚集區就兩百多萬人啊 那他這個登門快篩 快篩隊這個能夠登門快篩幾個人 我們基層的里長跟我反映說 你把他公布為熱區的理 叫大家去快篩 問題是很多里民他毫無症狀 他說你們不是叫我要 在家裡不要移動都不要出門嗎 那你現在又叫我去快篩 那我完全沒有症狀 所以很多里民他 主觀上不願意去 如果有症狀他當然願意去 那毫無症狀呢 你就叫他出門去快篩 我覺得這樣的想法是正確嗎 基本上我們是鼓勵在熱區裡面 廣設篩檢站 那也鼓勵大家來篩 那如果說在風險低的區域 那沒有症狀也沒有接觸死的人 那倒是沒有必要 可是你說我舉一個例子 以我新莊為例 我新莊就是四十二萬人口 那你現在公布了一個新莊說 有多少里 是熱區 那你要篩這幾十萬人嗎 因為昨天新莊被公布為熱區的 北新莊有二十幾里 南新莊有十七里 總共加起來超過新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 那如果這樣你一口氣要篩二十幾萬人嗎 我覺得這個中間還是要想想看 因為真正如果譬如說我就住在我住的那個里 假設 王部長住的那個里 他就是一個比較熱區的里 那難道那一個里裡面的那個里民 沒有症狀也應該要叫他出來篩嗎 如果他完全沒有症狀也沒有接觸死 那目前就不接急著在這個時候來篩 想辦法加強聯繫 因為一定要 我看新北市台北市降下來整個疫情才有辦法降溫 謝謝你加油 謝謝 謝謝吳比諾委員 接著我們請賴世保委員諮詢 謝謝 謝謝主席各信進 請一下財政部的蘇部長 有請蘇部長 以及衛福部的陳部長 衛福部陳部長 先請教陳部長啊 你是中央疫情指揮官嘛齁 對吧齁 可以調度各部會嘛應該是 對基本上在疫情的需要上面 你包括蘇院長包括蔡總統 都已經說了要延到6月28號 而且這次端午節 你們也做了一個說 我們希望不要南下啦 以免把台北的北部的帶到南部去 這個都嗚嗚 避免群聚感染 你的出發點是幹嘛對不對 基本上我們要減低移動的風格 好 那我們的財政部 要對你開第一槍嗎 來部長你跟你的部長來 陳生部長 結果你從6月15號 就開始要臨貴 報稅啦 我算一算有190萬戶啦 降了將近三成喔 請陳部長仔細聽完喔 他就群聚感染啊 這一定群聚的啊 你剛剛講說一約一約 誰知道沒預約 我當然十五號開始 我就去報啊 趕快報趕快聊啊 有190萬還沒有報 我算過 你要處理的話 你剩12個工作天 因為你6月底 你一定要把它結束掉 你唯一的理由就是國庫要調度 國庫還有1700多億 這個調度也不是問題啊 了不起借個錢跟你拿借個錢 付一點利息 然後就是為了財政部你的錢 結果冒了兩個風險 一個 群聚感染 第二個 你讓我們的稅增人員 站第一線 他們 並沒有列入優先施打的順序 那個陳部長對吧 陳部長是不是 報稅人員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嗎 除非有特殊的狀況 對沒有嘛 所以 多少的稅務人員跟我們反應啊 他們要跟 林貴要密集的接觸 他們 我所知道的 財政部今天才趕快去買口罩 緊急採購大量口罩 採購防疫的物資 你等於現 那個稅務人員 暴露在大風險裡面啊 部長 有需要為了那個錢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報嗎 六月十五號就開始報嗎 真的有必要 國家有闖到這個樣子嗎 國庫怎麼調度不來呢 你借錢嗎 歷史也低啊 就借一些錢啊 該怎麼辦 來來 部長公主席 謝謝委員 那我想我剛才已經說過 昨天院長在 達行委員的時候也提到 就是要滾動式檢討 那你不要 院長是可以考慮你說不要啊 我覺得院長 已經多說明了 你右邊的指揮官嗎 我們會滾動式檢討 不是啊 你現在回答我們 你還是要啊 你現在還是要啊 六十五號 你這陳部長已經說了 六月二十八號 以前還是三級啊 除非 部長你要不要 陳部長你要不要說我 分區 因為有些疫情不嚴重的 那個啊 你現在降為二級 你敢不敢 你要不要這樣做 請問陳部長 要不要這樣做 目前沒有降級的計劃 沒有這樣規劃嘛 所以全部都一致 那你問題是你財政部 硬邦邦的六月十五五 就叫稅務人員跑到第一線 防疫的務勢也不夠 然後鋪在風險 報稅的人 一定幾成一團 你這樣子排隊排隊 你要動多少人啊 以前學生幫你一下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會滾動式檢討 委員的意見我們會再思考 什麼時候可以有定論 你就很快下個禮拜一 就是當武器 下禮拜就開始喔 就開始報了 另外一點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目前為止 用手機報稅的比例是佔最高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手機報稅的一個情況 我知道啦 但是現在還有190萬戶還沒報 那如果說簡單的話 就直接用手機報稅線上報稅 他已經報了 他已經報了 我就跟你講說 算190萬戶 我給你送過 一天要 一天要兩百 一個小時要兩百件 我想這次問 我問了 報稅的人 平均我去報稅要三十分鐘欸 一個人要三十分鐘欸 一個小時只有兩個人可以報欸 你要出多少人啊 問題是這些人 陳部長指揮官已經說了 你們報稅人員不是第幾優先的 非常後面的 這個之前我們已經把這個名單 報到這個CDC這邊 指揮中心怎麼樣 要不要報稅人員可以放在優先一點 應該在第三類 這裡面當然 因為人數眾多齁 那我們當然也會給我們的專家再來看過齁 不過目前是還沒有就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決定 你要怎麼快 因為六月十五就開始報稅了 六月十五 現在來再打疫苗 對於這個六月十五的報稅的本身 他的意義沒有那麼的大 所以 那個蘇部長聽清楚啊 陳部長清楚的講呢 不可能把你們的所有人員 列為優先 這樣一來的話 他們就曝露在高風險 我是替他們請命啦 多少人打掉給我 真的他們是 我們得了解啦 那比如說 把你罵翻了啊 蘇部長 你人不錯叫我們成這樣 為了做事情叫我們成這樣 你說國庫調度不是問題啊 一個月 就借個錢 付個利息有什麼了不起 這意思是說國庫國庫 對不對 好啦你請回 那個蘇部長請回 謝謝委員 我查了一下你的預算啊 四月底你採購 疫苗採購 花了四十億啊 五月底 你說執行的一百三十二億 其實不是 你是八十一億匡列 十一億已經花掉了啊 這是花十一億啊 五月底花十一億 這個我都了解 我都查了很清楚啊 AZ 你不講但是我猜啦喔 AZ 最便宜的 我給你一劑 四十一萬劑 我一劑給你算兩百五十塊錢 一億 來四十一億嘛 四十一萬劑 Moderna 十五萬劑 我一劑給你算 兩百五十塊了 三百塊我給你算三百塊了 四十五億 我這個算高估了對不對 因為所有的付款都不是貨到付款 都是先有一個預付款 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你付的 我現在就是要問 你這個十一億付掉了 付到哪裡去 董事長告訴我 你已經付掉了十一億 總是在簽約有一個十成的付款的 那我們會照那個十成來做付款 這個不能講 這個不能講 詳細的 詳細的數目 對 不能講說你 這個數目就有 那你AZ已經進來了 十一 四十一萬劑 總告訴我們付多少錢嗎 四十一萬劑 怎麼AZ進來了 你會付錢嗎 四十一萬劑是在這一段 那在 這個是屬於COVAX的 COVAX已經有十九萬加四十一萬 等於是有六十萬劑 六十萬劑付多少錢嗎 你告訴我 可以嗎 這還是都在我們現在的保密的協定裡面 不可以講 在現在啦 現在 莫德納也不能講 莫德納也不能講 我怕會在這邊違反的保密協定 讓我們的供貨受到延遲 沒有 我的問題就問你了 那你總可以講一個吧 因為我相信有一部分的錢 放在國產疫苗 對吧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嘛 那個錢也不能講 那一樣是有保密的 好 那我就問你 你疫苗的單價以前是編七百五十塊 國產疫苗高於這個還低於這個 總可以講嗎 你不要跟我講 舒適 高還是低 我們現在大概編的數目 編的啦 都比那個要高一點 比七百五十塊高一點 國產疫苗比較高一點 這個就 國產疫苗 還要用國貨 也不能這樣子來講 因為它也是一個上市的公司 我現在不宜來透露它的價格 對 但是我們就是要了解了 因為你昨天講的嘛 他如果沒有做第三期 可能拿不到國際認證 你自己講的 當然 對嘛 沒有做第三期 可能拿不到國際認證 那個需要去努力的 可是你第二期完畢你就要給EUA 叫大家打 沒有那個 這還是要有科學的證據 那專家的認定 所以是 我說要給他EUA 等於降低了啦 然後二方面價格會提高很奇怪 來 你請回報 我們請 最後一點時間啦 NCC的主委 農委會的主委 勞動部的部長 謝謝主委 還有許部長 我沒有時間讓你們講了喔 但是我就講一下 我講完就可以了 讓我講完 NCC我講了幾次 那個巴以啊 你不能夠說一方面唐鳳 說通通免費 結果你這裡叫政府出 趁我打結 農委會的 陳主委啊 今天可惜沒有時間問你喔 辦一個銀行 的一個貸款 行政作業會 竟然恰起五千塊 這個農委會的信用部 做一件五千塊 本來都要做的 而且有些是RENEW的 有些是本來就在做 給你RENEW 也給他五千塊 這到底榜中嘛 最後一個 許部長來 許部長請你講一下 剛才有委員問到了 為什麼這一次 對勞工這麼磕 還要加一個限制 要五十萬 才能夠去 勞工輸功貸款 為什麼 報告委員 主要是今年的明額減少 那我們基於照顧 我們錢給你這麼多 怎麼減少呢 不是 那個 因為利 我們這一次那個 因為本來的貸款 是銀行的資金啦 我們最主要是利息補貼 那這一次因為明額有減少 為了讓比較弱勢的人 能夠優先來貸款 所以後來 對勞工又好一點 謝謝 謝謝賴委員 接著我們請廖國棟委員質詢 請 more 請 時 我們選擇 有可能 不需要 還需要 拍給你 謝謝 香港大叔 第二 請 現在大家外面一直在講 端午節到底要不要放假 端午節希望大家不要移動 並沒有去變更端午節的假期 並沒有去變更 你們是年曆都排好了 本來就要放假對不對 對,這個是人事總處 假是一定要放的 那麼現在就是說 如何讓這些放假的人不要回鄉 我們希望說大家一起來呼籲 然後大家一起來共同以防疫優先 那留在原地過節盡量不要回鄉 因為你知道台東曾經有兩例 一個在泰馬里,一個在成功 都是從北部回鄉的 一回到鄉就有一點點症狀 去檢查,確診 就開始管理 像這樣的狀況對東部來講 台東更花了 所以我們委員 所以我就問你嘛 你要不要 不是呼籲而已 而是告訴大家 真的是不要回家 對,我現在就在這裡回答委員 也告訴我們全國同胞齁 我們端午節齁 就留在原地過節 留在 留在你現在的地方過節 原地 留在原地來過節 是是是 我會請那個 陳部長 廖委員 好 真的 看你啊,真的非常的辛苦 睡眠又不足 然後每天要應付的事情多到 我相信就是你講的 半夜都要醒過來 但是你不做又不行 那麼我們現在對這個整個防疫的工程 兩件工程 我這裡寫得很清楚 部長 而且我也在多次 在很多的地方 會議也好 都講了 我們 那個 前來的署長 你的好朋友啊 也講了一個名言嘛 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是 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不知道這個 這個疫情 的發展 或者是 不知道這個病毒在哪裡 我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當你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是要做更大的 或者是更深的 來去做防疫啦 而不是 把它當作是一般的這個病毒 不是 這非常嚴重的事情 只要有一個確診 那 像我的部落 一個確診 整個部落 大家都 非常的緊張 所以我們要 你們常常用的用語叫做超前部署 沒有錯 本來叫超前部署 面對病毒要超前部署 所以有幾個問題我想問你 我們現在還沒有疫苗之前 還沒有開始注射疫苗之前 事實上啊 剛剛有幾位委員都已經講到 快篩 普篩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程序 但是你們並沒有把這個當作重點 為什麼 有 我們現在對於這個 前端的這一塊 怎麼樣及早找出病例來 我們是非常的重視 所以在熱區裡面要設 我們的採檢站 那企業要篩檢 我們也鼓勵予以協助 那另外我們現在也開始來進口 那個相關在家戶內 可以使用的一些快篩劑 那也要鼓勵有一些 如果有能力 可以做區域上面 環境上面允許的 那在診所也可以來做快篩 不是 在我們八千四百億的這個預算 特別預算裡面 還增加了喔 有多少是編在這個快篩 有沒有 我們是編在篩檢的費用 沒有 沒有特別拉出來 就是編在整個篩檢的費用裡面 那是在你的總經費裡面有 是不是 當然是有 當然是有包含這個快篩的部分 那個經費是有的 但是現在我們最怕的 為什麼要做 為什麼個人要推動 這個所謂的快篩 你現在用抗原的方式 非常高的偽陽性 非常高的偽陰性 偽陽、偽陰都一樣高 但是你們只告訴外面 這個偽陽性 只講偽陽性 沒有講偽陰性 有 我們現在從去年開始 對於這種快篩的偽陽、偽陰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尤其是偽陰 那個才是真正的傳播鏈的源頭 那是很可怕的是 所以你們在宣導 或者是在實際在做的時候 這個偽陽、偽陰 應該同時都要被排除才對 所以我建議你們的抗原、抗體 要一起做 你光是做抗原 我還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的抗原是要採 要採 而且要專業的人去採 採了以後 那個檢體丟掉以後 有沒有感染性 沒有 那個檢體當然是要用 感染廢棄物來處理相關的 它還是有感染性 對 當然 這個還是有感染性 所以你們要非常小心 這個檢體丟了以後的檢體 那個比較細膩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有點在幫你做盤點 我們已經激情了一段時間以後 我們真的是要盤點盤點 現在 關於剛剛我講的快篩的部分 有沒有開放民間自購來自己快篩 自購 現在可以 他在自購 不過要跟醫事人員合作 因為他的採檢還需要有醫事人幫忙 所以你的企業現在可以自行採購來快篩 可以 現在很多企業都在做了 那如果民間呢 民間指什麼樣的單位 比如說 我有藥局 那我可以自己買 然後幫民眾來做嗎 或者他們要繳費 有費用來做這個快篩 在目前我們現在企業快篩 都有企業主在付費用 沒有 那在民間要快篩的話 也可以 但是要是要跟醫事人員來做採檢跟判毒 還有後續的通報要做好 不過普及啦 部長 不過普及 這個 怎麼樣普及全面 我剛剛講的全面的防毒 這個敵人 這是你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應該要放更寬一點 另外呢 不然我剛剛看到了一個訊息 高端的解盲 我不曉得看到了沒有 高端說今天要解盲 已經解盲了你知道嗎 我現在結果我還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是不是 他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 就是 他們說 這次不是完全解盲 是其中分析 什麼叫做其中分析 跟 跟實際解盲 有什麼差異 這裡面還是要看 他們現在是交給第三者 去做解盲 解盲動作最主要就是 把這些本來有一些 他那個不知道是 那個什麼 是那個對照組 或是實驗組的 那把它對起來 然後再把這個抗體的分析 把它做出來 第二個 他說 這次的二期呢 沒有做安全性 也沒有免疫生成 不 只做安全性 跟免疫生成性 沒有做保護力 那我怎麼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保護力 我幹嘛要打呢 那基本上就要看 他的免疫生成性 跟一般其他的 就是我們的中和抗體的 一個比較 來做所謂的一個 應該是說 像我們的免疫橋接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由專家來認定跟判斷 還有一個問題 他們說專家認為 三期的臨床啊 有了保護力以後 你才能夠核可那個EUA 我們在去年 通過的 我們去年所通過的EUA 的一個規則裡面 並沒有包含到第三期 因為那時候認為說 本來就沒有第三期 沒有辦法做第三期 不過我們也鼓勵 這些廠商要到國外 相關環境適合的地方 去做第三期 對啊 如果他沒有第三期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的保護力 你敢給他EUA嗎 那時候是要做 所謂的中和抗體的 中和抗體的判定 所以你要做中和抗體 你就要用快篩也可以去追蹤它 但是我在你們的整個計劃裡面 我沒有看到你們對 將來 我打了以後的 我的抵抗力到底怎麼樣 保護力到底怎麼樣 我沒有看到你們的詳細的計劃 我們是測抗體 那都有抽血測抗體 對 我的意思說你們在整個計劃裡面 面對這個疫情的時候 這個部分你們 將來要怎麼去測定 或者是去認定 我看你們的計劃裡面 並沒有很明顯 對 那部分還是 那沒有 因為那時候相關的數據 那時候十月定的數據相關都沒有 那當然會根據最新的這些科學的報告 來做相關的比對 不過這個是審查委員的任務 審查委員 對 但是審查委員 這段不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是把 這規則定在那裡 那還是要有一些專業的認定 最後兩個比較小問題 我會跟部長再建立一下 你們現在已經開始準備要施打 疫苗嘛 那麼有個第九順位 是65歲到74歲的長者 我就有點乖了 那75歲以上不用打呢 沒有 75歲在前面 更前面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 現在那個是以前舊的 現在我們新的 先公佈到第七類 這124萬的這個 就從前七類的 因為現在我要講的是 原住民的平均餘命 比一般的民眾要少八年 所以針對原住民的部分 是不是稍微要往前提一下 你們在研究 有我們這裡面就是 這跟你們研究了 75歲 我已經那個定了 75歲一般嘛 就打 那原住民就是65歲以上打 你 廖委員已經有所驅隔了 好 最後一個 現在很多的部落 我剛剛講了 大家非常緊張 只要有外來的人 一力可以阻止 甚至不讓他進入部落 這是自我防衛 但是他們的防護具 非常的簡陋 你們這裡好像 並沒有邊相關的 可以給各鄉下 尤其是偏鄉 跟 不一定是原住民 偏鄉也是一樣 偏鄉跟這個原鄉 給他們好一點的 一些防護設備 讓他們可以自我防衛 陳部長會後評估說明 謝謝 謝謝廖委員 接著我們請洪孟凱委員 諮詢 主席謝謝 我們請陳時中部長 有請陳時中成部長 洪委員好 本席昨天跟剛剛聽到很多的委員跟您質詢喔 其實您昨天也承認說 接下來可能打我們國產疫苗 會有國際認證的風險 對不對 對可能再打 我不知道那個時序會怎麼樣 不過事實上現在沒有辦法 那其實國際認證的風險最主要 就是保護力可能沒有辦法達到國際的標準嘛 所以國人大家也希望是說打疫苗要安全也要有效 這是兩個最基本的重點 部長沒有錯 不過不能說它是沒有效啦 可能就是說國際有一些標準的認定 打不到 不是打不到 那時候就是沒有那樣的一個方法可以對接 沒有那個方法可以對接 但其他的疫苗是有方法對接 我們國產疫苗沒有這個方法可以對接 因為其他的疫苗大家都有做到第三期嘛 是 所以現在要三期陸續的報告出來 如果他用三期的報告要來做 這所謂的一個國際認證 那當然在我們台灣的疫苗 如果在國外開始做 那速度還沒跟上來 但因為我們國產 您目前 剛剛有講是說國產的疫苗沒有打算要做三期嘛 對不對 沒有打算在國內做第三期 沒有打算在國內做第三期 沒有辦法 來 部長我們現在回還原喔 本席跟所有民眾現在最關心的還是一樣 今天六月十號了 國內目前我們拿到的疫苗 只有差不多兩百多萬劑 連捐贈的 連購買的 確實對照部長您之前曾經講過的 至少集體保護力要六成到七成 要一千三百萬到一千五百萬劑 而且每一個人還要打兩劑 所以至少要三千萬劑嘛 那確實不足 那即使是第一劑一千五百萬劑 目前只有兩百萬劑 所以我們認為是說到目前為止 就是還沒有打有效的疫苗 本席昨天有講喔 並不是要破壞合約 我想部長您誤會跟扭曲我的意思 在疫苗的採購的過程當中 絕對不是開玩笑的 重點在於是 國人現在要的是一千五百萬劑疫苗 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昨天有在問嘛 日本政府現在說他有AZ疫苗 他的存貨 不管是他存貨三千萬劑 六千萬劑還是一億兩千萬劑 日本政府現在手上有貨 我們 今天你的預算報告裡面 第四次的預算 四千兩百億要追加 你的報告裡面有兩百六十九億 要採購疫苗 應該是兩百三吧 那其他還有其他 沒錯嘛 因為你大象 你沒有給我試一下 你大象裡面是兩百六十九嗎 有藥物包含藥物 五月八號 去年五月八號一百一十五億 今年現在要兩百六十九億 加起來三百多億的預算 其實說實在話啦 這一次的這個審查 我想藍綠已經達成共識 應該是不會阻擋了 所以我們已經有空白授權 三百多億的預算給衛福部了 我們台灣不是沒有錢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就是買不到 那即便我們聽到日本政府 那邊已經有貨了 部長 現在疫情三級警戒啊 有些時候喔 有些這個 婆婆媽媽為什麼有些時候 在市場聽到新鮮的菜 都會想盡辦法說要出去一個小時 趕快進去買趕快回來 就是因為想要給自己家裡人 吃到新鮮好吃的菜 現在台灣最缺不是疫苗嗎 我們聽到日本政府有貨了 我們的合約還是照走 AZ Codex 莫德納合約照走 但是我們能不能拿剩餘的預算 先去跟日本政府洽談 他們現在手上有的貨 先賣給台灣一點 我們現在也都是在各方努力 當然就這樣 有沒有跟日本政府努力 只有的合約 那然後其他在洽購 所以走合約 粉習跟我們衛福部 跟我們所有國人都一樣 合約照走 但是還有其他方法 該努力要努力 部長你同意嗎 當然 因為現在的疫苗 重點在於是疫苗不夠是事實 我們不希望看到 有一個拿疫苗比雞腿的院長 有一個什麼合約問 到現在到底什麼時候可以來 什麼時候給了多少錢 也沒有辦法 跟我們國人報告的部長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樣子 國人希望看到的是 在疫苗採購上積極作為 做所有事情的部長 部長你可以同意嗎 我當然是同意委員這樣的看法 我們應該跟國人報告的見清楚 再來 我在請教 我如果報告出來 等於說阻礙我們取得疫苗 是嗎 所以本習就是告訴說 合約可以講的我們講 但重點是合約照走 其他該買疫苗的方法 大家要盡量去買嘛 對 部長再請教 疫苗不夠是事實 但是我們更沒有辦法 接受特權的施打 我先請問 那個 現在應該是行政院的顧問丁怡敏 您最近一次跟他開會是什麼時候 我經常跟他一起開會 都有開會 經常一起開會 是什麼時候 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一起開會 大概有時候 他會在我們部裡面 來跟我們請教一下相關的事情 所以他會代表院長到部裡面跟你請教事情 到防疫指揮中心 然後另外有時候 在部長 那個院長經常性的召開的會議 也是防疫的重要會議 那都是在行政院在召開 那他也都會 那我請教 你們所有開會的人員 現在都打過第一期疫苗了嗎 因為那時候是造冊的 我不知道造冊的人有沒有都來打 這我倒沒有辦法掌握 你沒有辦法掌握 但是 我沒有看到說 現在說丁怡敏顧問他可以在 五月三級警戒之後 火速的被中央行政院這邊造冊去施打 這有沒有相關的特權的疑慮 因為我們在第二類還有列著中央跟地方的防疫人員 他有列在裡面嗎 那我要看看他的造冊上面 因為他有那個資格在裡面 是 部長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於 你看 剛剛本席等一下也要請教財政部 六月十五現在三級警戒都還沒有解除的時候 火速就希望要開放林貴 林貴的話代表是 不特定的群眾不特定的民眾都會來接觸我們林貴的人員 林貴的人員沒有辦法優先施打 可是您剛剛說的 定期開會的 可以掌控他的足跡的人員 他卻是可以優先施打 而且讓民眾覺得是說 哇原來以前還沒有打 如果說像您或是院長 之前四月的時候率先施打 那個時候還沒有三級警戒 大家還沒話說 但是三級警戒一發布之後 馬上火速利用自己的位高權重去施打 國人就會有意見 不過像我們也像 只有沒有時間施打 我們很多的像比如經濟部長 他就會隔離 那如果很多的這些隔員都被隔離了 我們整個的政事還是會受到延宕 是所以部長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標準 現在中央 譬如說我們現在所有的部會首長 我不知道我也不用一一詢問 施打疫苗算是個人的意願 不用一詢問 但是像現在所有部會列席的長官 他們算不算第一優先 您鼓不鼓勵這些長官都先去施打 他們是列在第二優先 第二優先 所以你鼓不鼓勵現在列席的所有長官都去施打 我們當然希望 能夠打還是要盡快的打 以我們在防疫的觀點上面 好來 部長最後 今天高端說下午有可能疑似 有重大訊息發布 可能是要公開這個解盲的結果 但是他講是說 不是二期的完區解盲 是期中分析 那有安全性 但是卻沒有保護力的數據啊 我們想請教 假設 蔡英文總統曾經講過 國產疫苗打只有兩個限決條件 一個是安全 一個是有效 二期做完之後 也許安全是無餘的 但是保護力是沒有這個認證的 那我請教 如果說他沒有辦法證實 你也沒有在國內要做三期的這個實驗的話 那我們如果說他來申請EUA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發布 發給 沒有 這個流程是怎麼樣 審查委員會的一個決定 審查委員就可以決定了嗎 基本上審查委員會決定要不要給 所以我請教是說 高端公司他們拿給審查委員 什麼樣的資料讓審查委員決定 二期的期末報告 他們這裡面相關就有一定的一個程序在 我知道嘛 程序在嘛 但是送來的文件 就你最喜歡講文件 我只要請教 高端給審查委員 什麼樣的文件讓審查委員開會 可以授權給EUA 因為現在他不做三期 所以是不是高端提供二期期末報告給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就可能判別給EUA 還是還有其他文件 他並不是說他說OK就OK了 他還是要做他一個 你剛剛又說是審查委員決定 所以又不是說OK就OK 我不是說是高端說OK就OK了 就他相關的裡面 不管是安全性的一個報告 這都是第三方的監測 然後他解盲以後 最主要是對受試者跟實驗組 是 所以就是提供二期的期末報告 是不是 他應該是有一個最後的報告 就二期期末報告嘛 今天他到底提出什麼報告 我們不方便去問這個事情 好 謝謝部長 對不起 那個財政部長 麻煩 有請 蘇部長 時間到了喔 請掌握時間 一分鐘好不好 謝謝主席 30秒 好 部長 我只有一句話啦 昨天有跟院長說 你們要滾動式檢討 所得稅報是不是可以再延長 很抱歉 我只講一句 你們是保汉不知惡汉機啊 你現在收了多少人的所得稅 七成嘛 有七成國人報稅了對不對 是 那代表有三成國人還沒報稅 有沒有去考慮那三成國人 可能才是真真正正因為這次疫情 影響最深真的報不出稅來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連 現在六月十五開放零軌 到六月底只有兩個禮拜 我們連演兩個禮拜都不行嗎 七月六月二十八三級警戒結束之後 演兩個禮拜到七月十五 這樣子都不行嗎 這三成的國人你們沒有去想過為什麼他過去一個半月不報稅嗎 你有沒有聽到有很多國人是他紓困領不到 你讓他回答完就可以下去了嗎 紓困領不到 然後結果他又沒有辦法那個 又沒有辦法拿出這個生活的津貼 生活的費用 我跟委員報告我們有分期跟延期繳稅的措施 這個民眾都可以申請的 都可以申請的 那我跟委員報告我們 你分期跟這個答案五代委員講的是我們為滾動式檢討 滾動式檢討就是要聽眾民怨 拜託部長真的好好聽到民怨 兩個禮拜 民眾真的是希望不要惡漢 好 謝謝洪委員 謝謝洪委員 接著我們請鄭明中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因為有點時間就一起上來 麻煩主記長 陳時中部長 陳其中主委 陳主委 委員好 市長好 請問陳部長 陳時中部長 目前疫情這麼嚴重 其實做適當的宣導我也贊成 請問 部長 這段期間我們衛務部編了多少費用要買媒體 這個費用我沒有 我不知道 大約多少 我沒有掌握這個費用 有沒有 一千萬兩千萬 有超過啦 超過 多少多少 那個人講一下 時間暫停 多少 時間暫停啊 計時台 計時稍微暫停啊 來 分多少 我們分 風險溝通的費用 我們分 風險溝通的費用 好 開始開始 是3.29億 什麼叫風險溝通 就有關媒體 或是1922等等的 我意思是只有買媒體啊 1922不是啊 買電視台啊 買電視台多少 買電視台 暫停 時間暫停 好 時間再暫停 9百萬 然後 謝謝主席英明 謝謝鄭召委誇獎 我們這邊沒有直接 我們這邊並沒有直接購買媒體的費用 好 沒有啦 好 謝謝 我們這邊看啊 你看這個是 陳吉仲主委 有關 灰州注文的時候 買媒體 買了 總共是6400萬 我前天在院會質詢 口誤 包括 凱洛媒體 東森電視 連帶網路 網際 民視 三立 每一家 分類平均 幾乎都是 1300萬 主委 你這樣對得起 納稅醫護人嗎 委員 這一個非常重要 對惠州注文 跟所有的重大 傳染疾病的這些動植物 過去兩年 我們有五種新興的 被OIE列為 甲類的 重大的 這一些的 動植物 對農漁民的生計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所有的6400多萬 都依照規定 招標辦理 好 所謂的買媒體 好 而且這個都是 好 當然合法 好 合不合理 合不合適 跟委員報告 裡面有所謂的兩千多萬的 用途不符 他是指說沒有用在揮州注文 你看 連審計目都不 都核定你用途不符 好 主帝長 委員 他講的用途不符 不是用在揮州注文 我現在跟你預告 禮拜二 禮拜二 我主持的時候 輪到我的提案 我不要看到你 輪到我的提案 我不要看到你 別人提案我沒有意見 輪到我的提案 我不需要跟您講 好來 局長 這麼合不合法 跟委員報告一下 他如果是在 同一個計畫之下 他的經費 是在原來的 所謂六千四百萬之內的話 按照經費的移用的話 所謂的 可以相互的移用的話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詳細的事情 我不曉得 他們是不是同一個計畫 主帝長 審計不究 核定用途不合 另外 你認為合不合法 誰來認定 不是陳基仲主委 來往下看 這個是 你看審計法第十七條 有假設有不法不忠 財務使用不好不忠 要移給 監察院去審計 去審查 這個案子 李小朋友 也沒有移送監察院 據我知道 監察院有在討論 我們也有去問 也有同時去問 就是審計部啊 現在榮委會 是他們是在答戶中 對 對 那個審計部 要不要接受 那個我們尊重審計部的意見 沒錯 那為什麼審計部的意見 就是審計法十七條嘛 有不法不忠嘛 主委 你是託小人 你託的腳這麼拼 我來往下看 好 我來看 你們那個主席長要先回去 我們請那個陳世忠部長 部長 要不要開放民間 民眾快篩 有 現在就相關在進行中 你那個是七月快篩 五月底就開放 一般民眾要不要開放 這四季我們都在找 那現在有 昨天好像有一兩家有來送件 我們會快速 不是 一般的民眾 一般的 家戶用的 可以嗎 家戶用的 我們現在就趕快審 趕快讓他進來 什麼時候會有結論 那 看看 這要避免有所謂的相關 反正我們就是 他送來我們就立刻會審 然後他可能就安排進貨 所以以後一般民眾就可以快篩對不對 這條路我們要走 好 謝謝 接著 到底疫苗能不能混打 因為 我看這個 你看 這個是歐盟 他打第一劑A劑 第二劑 包括 那 輝瑞 莫德納 他 都可以 混打 這國家包括 德國 芬蘭 丹麥 瑞典 挪威 華國西班牙加拿大 那 我們現在CDC網站講的時候 不可以對不對 現在我們還沒有決定要這樣做 不過 隨著這更多的科學的證據 當然能夠混打 對我們施打的效率會增加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科學證據 那目前我們只是說 在打第一劑 有比較嚴重的不良反應 那我們建議第二劑可以打其他的疫苗 所以 現在是例外也可以 原則上還不可以對不對 現在 那以後你看 這些先進國家 我相信 他醫藥的研究不會比我們差 對 所以以後有可能 會 同意混打 很有可能 因為他這些相對國家這樣做下去之後 就一定會有一些報告出來 那根據報告 我們就可以做相關的研議 好 謝謝 另外郭正亮委員 他今天特別講 說AZ在去年八月 曾經來台灣 雖然請我們代工一計 但是我們 拒絕了 有沒有這回事 代工 對 代工生產 AZ 這一直都有在講 我們就在一開始就是說 在授權製造 我們也努力了一陣子 那後來雙方沒有談成 那為什麼 委託我們代工 他現在 有些是委託 像這個 像韓國 那這個為什麼 AZ委託我們 我們沒有談成 或者不願意 一個不是我們不願意 對 有在一方面 也有人不太喜歡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 他要求的量 我們那時候評估起來 是會有困難 也會把整個生產線都佔滿 那台灣也沒有辦法 有這麼大的一個消耗量 那因為那時候我們 談到最後 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 能夠幫忙代工一億劑 那他們希望說 能夠至少三億劑起跳 那這我們覺得有困難 OK 是條件沒談成 條件沒談成 對不對 好 謝謝 接著就是歐盟 二十七個國家 企業要來實 要實施疫苗護照 日本要實施 但是他承認了 只有莫德納 菲瑞 AZ跟嬌生 那到時候 萬一我們的疫苗 國內 國內疫苗沒有 沒有受到國外認證 那我們變成沒辦法到歐盟 也沒有辦法慶祝什麼 這怎麼辦 當然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風險 但不會說不能進去 就可能他有相關不同的檢疫的規定 放寬檢疫的規定 那可能就會受到限制 OK 你要去討教 假設打國內的疫苗 那在疫苗的認證上 沒有受到其他國內認定 那已經打完了 那假如民眾想更方便使用 疫苗護照 那能不能再打其他的疫苗 那這要是屬於一個混打的 混打方式 不是只有混打 他可能兩劑都打完了 我知道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要看 因為現在國界大家都有在做第三劑的研究很多 那有發生這個情形 我們還參考國外的經驗 來訂定相關的規範 所以這個問題喔 拜託部長恐怕你要盡早研究 萬一打完 國內疫苗打完了 兩劑打完了 那 疫苗護照不被其他國家承認 那還在想打其他的疫苗 那這樣能不能打 這第一個 要隔多久才能打 或者根本永遠不能打 你覺得呢 不會說根本永久不能打 但是隔多久 隔兩年三年有可能喔 或者半年喔 對 大概兩三年這個可能性也低啦 那不過前面要到底多久 這要看看國外的情況 跟我們專家的一個決定 好 另外有關高端疫苗 要今天二期解盲啊 請教部長 高端疫苗的前生公司叫什麼名字 他的前生是基亞疫苗 他的母公司基亞生物公司 是惡性昭彰 惡名昭彰 他在103年的時候啊 引進肝炎的藥 三月開始飆 飆了十家十九個停板 十九個漲停板啊 但是七月解盲 第三期喔 他第三期解盲喔 沒有效果 連跌 連跌十九個停板 害死多少投資人耶 所以部長 這家公司其實 惡名照張耶 你曉不曉得這家公司惡名照張 在高端的部分 我是覺得在整體來講還算好 對 微商不公司啦 真的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鄭明中委 接著我們請沈發會委員諮詢 主席我們請陳時中部長 有請陳部長 陳委員好 陳部長辛苦了齁 這個 有關 這個大家現在 今天最關心的 就是有關這個我們 台北市目前所發生這樣子 這個違規施打疫苗的狀況 這個當然 今天也有也有眾議院院士提到了 剛剛前面也有人提到 就是 這個 這個 是不是它會影響到這個未來 我們這樣子對疫苗這樣子濫情施打 濫權施打 會不會影響到未來這個 COVAX平台 對我們的疫苗的分配 這個我們實在是第一關心的 但是我現在請問部長說 這樣的狀況 我們到底有沒有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沒有掌握 台北市除了好心肝診所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診所 以這樣子的方式 取得疫苗 施打的 對我們現在也要嚴查 嚴辦 要相關的名測 一個是名測的製作是否正確 然後第二個名測 部長 我跟你講時間 因為時間很短 台北市除了好心肝診所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 現在那要再查 那要再查 現在今天剛剛 就有媒體披露 除了好心肝以外 還有五家 包括好心肝總共有五家診所 那都會辦理 這種方式 取得疫苗 相關的我們都會辦理 這個嚴重 這不要說嚴重到 你未來影響到 我們在COVID平台上面 取得疫苗的優先順序 你這個 這柯文哲市長所講的 他國家資源的分配 國家資源不當使用 就是一種貪污腐化 國家資源不當使用 是貪污腐化 你今天防疫資源不當使用 那你是強盜惡霸土匪 那當然這是不當的使用 當然是不應該 這應該要辦 好心肝診所 然後一個壞心肝市長 這個結果呢 台北市政府 我們現在到底用什麼方式 來辦 用傳染病防治法 罰兩百萬 這網路大家都試算了 這兩百萬很便宜 很划算 這打一劑才一千五 不然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研議 以其他的方式 來嚴懲未來 杜絕未來各個縣市 尤其是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個 這個六月十五之後 有更多類的人要打 當然我想這東西的管理是非常重要 一方面有關係的一個公平性 然後一個施打的效率 然後一個國際的行項 台北市長把這樣子的問題 推給一個股長 你推給衛生局長我還求求 推給一個股長 一個股長可以決定一千劑疫苗的使用 這到底台北市指揮中心 他到底有沒有指揮官 還是指揮官只負責下午 下午在記者會上面表演 耍呼吸 丟病例 敲桌子 這都是他屬於他市長的個人行為 那當然對藝人的管理 我們一定會加重的管理 這個柯市長他自己講 講半天他都說這個人民不 這個人民不是 說是怎麼交給司法去辦就好了 是要看到反省的態度 我們有看到柯市長有反省的態度嗎 他還沒交給司法去辦 他交給政風去查 這種齁 這個我要求 要求我們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 我們接下來 我們一直到第7類 6月15就要開始打了 這個未來各個縣市政府 他在執行上面 這次為什麼台北市發生這種狀況 這基層的反應就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當初台北市開記者會 柯文哲在面試講說要疫苗 要疫苗 結果我們就給他疫苗 結果給疫苗之後 大家都打完了他打不完 打不完他就要求各基層診所 趕快去消化 沒有大概給台北市的疫苗 雙倍都一樣 雙倍的一個熱區 因為是疫情比較嚴重的熱區 所以我們希望他能夠 這跟以前當兵的高莊檢一樣 檢查結果 這個東西壞掉 我躺去後面不要檢查 現在疫苗打不完在網路上面被罵 就趕快這個診所發一發 好心肝也好 壞心肝也好 全部都把它發給他們 重點是要照著所謂造冊 這目標群裡面來施打 部長 這個 這段時間齁 我想我們當然 作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我們要理解人民的焦慮 理解人民的恐慌 所以對於人民的有一些誤解 我們要虛心的理解 我們要耐心的說明 但是對於一些齁 這個地方政府或有一些政黨政客 在這過程裡面 惡意的 劍列欣喜 劍縫插針 惡意的隔海昌賀 惡意散布謠言 這個我們一定要嚴正 嚴正欲說明 對於假消息這裡面 我們每天上午 都會說明清楚 然後像 我們這個 總統才講說 我們竹竹苗 主聯盟 因為他們資源不足 我們要支持 新竹縣政府 結果新竹縣的副市長 就去發簡訊 放謠言 去扭曲 日本外向發言 有關於這類 我想政府的官員 更是要謹言盛行 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議員還在講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 像疫苗的一些談判 越南可以捐疫苗 為什麼 郭董可以在越南捐疫苗 為什麼不能在台灣捐疫苗 結果我們一看 不是 他在越南是捐錢 對 我捐錢給警察 讓他去買槍 跟說我身上 我現在這一批槍 我要捐給警察 這是兩回事 這兩回事 我當然可以捐錢 給警察去買槍 但是我今天可以拿到派出所 說我這邊有一堆槍 我要捐給你嗎 莫名其妙 還有抗議期間 還有政黨繞車隊 說不要群聚 還繞車隊在這邊繞 增加這些警力人員 防疫第一線已經夠忙了 還要去顧他們 顧他們 沒關係 還用車撞他們 這個實在是 在這裡 還有一些發言 傷害幫助我們的友邦 什麼三百 要日本捐三億一萬 然後去罵 美國駐台的大使 這個都是 傷害 對整體疫情其實都是傷害 對我們整個防護都是傷害 接下來 最重要 我要跟部長講 接下來 我們從六月十五開始 我們就要擴大施打 這裡面 我特別要提醒 提醒部長 我們 到了這個 依照我們昨天所新公佈的順序 我們到了這個第六類 就是七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這個總人數有一百五十萬 這跟之前 之前我們這個前面幾類 都是十萬 六萬 五十萬 台北市 新北市就已經搞成這樣子了 接下來這一百五十萬 如果 再出問題 這個民怨會很大 人會很多 每一個月這些長者 大部分他們預約 都是他們的小孩 在幫他們預約 所以這個預約的過程 施打的過程 如果沒有順利的規劃好 未來在這一百五十萬 這跟之前的狀況很不一樣 它會造成的民怨會很大 這次量比較大 當然也會一定要照著 我們的規定來施打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特別要請部長 這個 因為到時候怎麼施打 還是各個地方政府 在定定嗎 施打辦法 對 施打的細節 執行的面 他們在動 但規則我們在定 很多地方政府 他們在制定 他們的施打細節的時候 他們會去設定 涉及於 本市 涉及於本縣 這個不行 這不行 這個我們一定要 因為你這樣子 你變成大家 鼓勵大家在移動 我從台北 對 坐車回去戶籍地去打 這是在一個國家之內 一個國家之內 我們鼓勵大家 究竟施打 對 符合資格的究竟施打 所以這個絕對不能夠有差別 說未來我們各縣市定辦法 說我台中市 像現在台中市已經定了 他就說我們戶籍 這個同戶可以選擇在同一戶市民施打 但現台中市民 沒有這不能用這樣 符合資格的都可以施打 對 不能再限定另外的資格 對 再來未來我們現在 現在齁 本來是希望說能夠有時間 讓部長更清楚的講 這75歲的長者組合 辦法預約 核實開始 核實開始 那這個 這個 我希望這部分要強力宣導 因為這個部分 想要理解這個最多 如果從昨天你們記者會宣布之後 就有一大堆人 就說 為什麼還不能預約 因為大家都要幫父母 幫長者來預約這個 這個 施打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配送量這兩天才在決定 那各地方政府可能 他是因為配送量還沒決定 他不敢開放這預約 大概什麼時候會開放預約 他們在這間我們的預防接種組 他們在討論 不過我們是6月15號就要開放 6月15號要打 所以什麼時候開放預約 我儘快 我儘快 給個時間好不好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預約 我們目標 唯一決定 我們終於我們就要來宣布 儘快 宣布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預約 對 如何預約 然後再來 最重要的 要求各個地方政府 不能夠設限 不能夠在戶籍上面設限 對 這個是有定的 謝謝 謝謝 謝謝審法會委員 那待會我們請 那個王美會委員 發言完之後 我們就休息五分鐘 接著我們請邱成委委委會 質詢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邀請衛福部陳時中陳部長 有請陳部長 好 好 邱成委員好 是 部長早安好 我想今天 時間有限 我們直接切入重點 在進入今天主題之前 我們還是來 來回顧一下 針對這個 三加十一的會議紀錄這件事情 那我想這個 上次這個本席在質詢機組 原防疫三加十一 到底是誰做的決策 其實在5月28號 陳部長你在我們的協商的時候 曾經有提出 是這個陳副指揮官 但是後來隔天你就改口了 那當時的失言 其實你也沒有因為這樣的道歉 那在後續的這個說明 我在這一個 沒有關係 我有清楚的講 最後 最後也 最後你也表達了就是說 沒有會議紀錄這件事情 那讓全國人民都覺得 非常的匪夷所思 那所以這個針對指揮中心 表示因為會議太多 沒有做會議紀錄的這個部分 本席認為這個完全違反 我們一般社會大眾 對這個公家體系的一般的嘗試 那其實也違反了我們行政院的 這個文書作業手冊中的相關的規定 當有這個相關的這個重要會議的時候 應該要有書面的紀錄 現在在6月1號的時候監察院 我們這個蘇利雄委員也自動的 啟動調查 認為的不合理的這個部分 中間的行政書師 要來去做相關的調查 那我們的陳建仁前副總統 日前在送媒體訪問 也認為這個3加11的決策 確實有所疑慮 那我想這個部分 不管說這個中間的過程如何 其實在本黨還有本席 在歷經一個月的所知 質詢 跟你們這個衛福部的溝通 其實這個是基本上是平行線 是斷線的 那到最後得到的結論 還是沒有會議紀錄 那但是我們認為就是說 其實 就算沒有會議紀錄 部長當時對外表示 當時有做這個簽程的核定 那既然這個內簽 等於是當次會議紀錄 做的這個決策內容的依據的話 是不是可以提供本席了解 畢竟之前兩次的質詢 實次長跟陳部長都承諾要提供會議紀錄 但是回去之後都改口 不了了之 甚至最後說沒有紀錄 是不是這個裡面到底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這個資訊 沒有辦法去透露 那所以在這個上個禮拜 6月2號的時候 本席這邊又重新 在這個發了一次公文 給貴部 那希望提供當次簽程版的這個簽程 甚至是中間溝通 還有決策中間的這個會議 專家參與的名單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寫得非常詳細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部長 你具體回應我們 是不是可以提供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實際在6月2號發文之後 我們當時訂的時間是6月4號 那到今天已經第八天了 我們跟貴部的聯絡員 聯絡他們的回覆答覆的內容 還是跟之前一樣 就是說這個部分要部長這邊來簽合 那我請部長這一次真的公文 幫我們仔細看 本席這次要求的內容非常詳細 請不要自私的答覆 我會注意看 這部分是不是請部長回應一下 我們該回覆的都已經回覆了 該回覆 那可是問題是這個決策的過程 大家還是不知道 其實3加11的這個政策 當時的規模 我們要知道 最後的這樣的一個拍板 我們各組開會之後 那你認為這個中間的這個決策的 你認為這個中間決策的過程 不會過於的粗糙跟草率嗎 你認為這個中間的行政程序 都沒有問題嗎 很多人都是立即在辦理 那你一個這麼重要的政策的決策 你中間都沒有做相關的紀錄 你覺得這樣子對一般的社會大眾 有辦法交代嗎 我們就直接已經在面談了 直接就已經決策了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那你相關 那相關專家的意見 是不是可以提供國會的立法委員 來去看你們中間決策 討論的過程 一般來講這個會議就沒有 更不可能有所謂的逐字稿 你要知道我們這東西要弄逐字稿 弄到什麼時候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因為這至少 你說疫苗採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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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影響到你實際 國際上採購流程就算了 我想部長你這幾天真的很累 我覺得大家好好地來溝通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不是要去 去究責或是怎麼樣 我們是希望了解這中間的過程 而且老實說 你當時在決策的時候3加11 當時有沒有去評估機組員 譬如說華航 他所有機組員的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還是他的接種率 等等的配套的作詞 我們需要了解的是這些的過程 那時候評估就是他們在篩檢的結果 9000多個人都陰性 然後生活的管理不正常 所以你認為3加11的這個決策過程 中間沒有會議紀錄這件事情 你認為是合理的 是可以對國人交代的 中間有看過很多次 你是這樣子認為嗎 相關溝通協調 所以我說我負責嘛 而且在一個月 有疏失我負責嘛 我在每天都做這麼多的決策 你們的回應 反反復復 那在程序上也跟委員報告過了 那我也跟委員就是說 這上面有任何的疏失 我負責嘛 那現在就是沒有 那你認為有沒有疏失 那你認為這中間 如果重來一遍 你認為有沒有疏失 還是怎麼樣來去改善這樣的狀況 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 當然每一步都做到很好 還是你覺得都沒有問題 當然是很好 我不敢說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這段時間 大家都非常的忙 所以在裡面 忙我們都可以理解 但是該做的程序是 尤其這個是關乎全國人民 這個健康跟這個整個疫情 這麼重要的決策 你如果說真的完全都沒有 中間的書面資訊 跟相關的紀錄 這個一般的人能夠接受嗎 在前面裡面 在去年 我們前倉幾組員就是3加11 那因為有相關的事件 跟秋冬的專案 我想沒關係 那個部長 讓一步一步的審查回來 這個事情 達到我們的標準 反正我本席 上個禮拜 我們又正式的在新聞 給這個貴部 我希望你們還是來 給我們一個正式的回覆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還是不願意 來去承認說 你們中間的行政過程中 不是我不願意 我現在的資料 就是跟你 已經跟我有報告過的資料 因為你這兩天 火氣很大 我也沒想到跟你說 說正經的 但是這個部分 我們是很有誠意的 來跟你溝通 我想這個部分 社會自由公平 你們自己去評估說 你們自己這樣說的話 國人能不能接受 我們接著進入第二個主題 第二個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長 你有沒有看到 最近有很多民眾 在死亡後才確診的案例 除了簡報上面 這幾則的新聞報導 甚至我們這個 醫電視的記者 還有我們這個 北投 北投這個 這個包括這個 還甚至有一家三代 六口 十天沒有出門 北投的一家四口 三人死亡後才採檢 全家確診 這樣子隱性的這個 黑樹的這個確診的數目 其實是非常嚴重 根據這個冰山理論 我們看到這些案例 就表示國內存在 非常龐大的感染黑樹 代表我們的社區感染非常嚴重 請問陳部長 你認為我國有沒有隱藏版的 這感染黑樹 指揮中心有沒有針對這些評估 尚未篩檢感染的黑樹 大概有多少人 三級警戒可以阻斷 確診黑樹的這個社區傳播嗎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根據六月九號的統計數 我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為 一萬一千九百百十八人 死亡人數為三百三十三人 這個都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死亡率為二點七八趴 相較同日全球死亡率僅二點一五趴 我國的死亡率明顯高於全球的平均 許多人都提出了擔憂 所以我們要具體的救救部長就是說 我國的死亡率 叫國際平均高出那麼多 是不是因為存在這些確診的黑樹石 這個分母比實際的小 這樣的原因 你們有沒有確實的掌握這個狀況 要不要回應一下 跟委員報告 大概死亡率高還是現在目前來講 他所侵襲的人是年紀比較大的 所以超過六十歲以上的超過九成 但是委員所提出來是不是這個母數 還有一些沒有被偵測出來的 治而這個死亡率致死率比較高 這也是有可能 所以我們現在積極在熱區要布所謂的 布採檢站 然後也希望企業快篩 然後能夠做家戶內的一個快篩 希望能夠及早把這些病例能夠找出來 因為以本席的認為 其實全球確診死亡率二點一五趴 這個數據是有參考的價值 根據統計 六月九號台灣確診死亡人數為333人 除以當天全球平均死亡率二點一五趴 則有這個一萬五千四百八八人確診 這是一個 這個是倒算的數字 那扣除昨天確診一萬一千九百六十八人 也就是說還有超過三萬五千兩 三千五百二十位黑數 這個部分尚未接受到篩檢 這個是如果用這個全球的平均數來去倒算 所以這個實際的狀況就是說 請問部長 因為現在國民最在意的還是疫苗 疫苗疫苗 因為只要疫苗沒有到位 這樣的狀況都不會減緩 那目前只依靠實施三級警戒 其實把整個經濟都封掉了 但人民也是非常的悶 那社區的傳染其實很難阻斷 那面對擴大篩檢的這個呼聲 請問部長到底要如何落實 包括針對這個熱點的這個 熱區的這個快篩站的這個聚焦的這個 病毒的這個對抗 有沒有相關的超前部組的配套措施 因為我們對於在整個廣篩或社區的篩檢站 我們現在都有相關的一個 尤其社區篩檢站 我們有相關的獎勵的辦法存在 讓大家能夠快速的來設立 而沒有這個 就是說一些獎勵的辦法都有 我們現在能夠快速來做 那之前部長有說到說 要引進方便民眾在家自行採檢的試劑 請問目前的進度如何 目前已經有廠商提出申請了 就是說合法的範圍我們盡快給他做 好 謝謝 謝謝邱委員 接著我們請王美惠委員諮詢 謝謝 石像醫生活的計劃 市長 岳唯凱 為什麼現在去胎貓 ١ 副長,在這裡我覺得 古早人說一句話 做到老冠,風險到老暖 所以說,早上我聽到你說 晚上實在睡不著走到睡不著的時候 我的心情有辦法去體會 因為每一天沒辦法照顧的時候 都是在電視面前可以到九點 會補兩點 看我們的指揮中心報告 今天我們的疫情是如何 所以部長在這裡辛苦了 辛苦不辛苦 事情回到,我們也要去面對 在這裡很多次 打電話也好,傳來也好 最煩惱的就是 我當時才可以煮疫苗 部長,我相信在這裡有很多人 很多都沒有煮到 包括我 我是可以去煮的時候 我十六號的時候 我出銷 因為我覺得聽到自己一支聲 沒有什麼 但是你如果一支聲 老後醫護人員組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家庭的安全 所以部長 在這裡本身要來你說 第一點 我覺得 整個第一類的第二類的時候 五萬部長 如果我們的台電 搶救小組 因為有時候 開箱 有時候 臨時總好 要出去那些人 真的很需要 你們的關心 各方 讚 第二點 我們的遊客 因為最近 遊客三倍也好 快遞也好 對他們做生很多 人跟人 的接受 所以部長 在這兩項 因為很多 一定說不了 不過目前 這兩項 真的很需要 你們的關愛的眼神 再來部長 第一 台北 說好心肝 的真相 這件事 我相信 大家聽到 都非常的氣氛 那不是叫做好心肝 那是叫做拍心肝 啦 因為說實在 你做一個 金屬的富士林 我們就直接這樣做嗎 再來 今天是怎麼樣 會不會這樣 就是 柯文做 不聽我們 政府重心的 價位嘛 部長 本事要來你建議一下 因為我相信 這個問題 不是存在地 台北市而已 很多 人家 的 管市長 都要做 他的認證 我相信 這個名牌裡面 都有很多 不過實在 部長 你要相信嗎 他還有地方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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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敢去做 他問我看做 他說 我問他看做 他說他怎麼在做 他怎麼在做 他做後 他要去秘密基地做 部長 還有這個誰 說要去秘密基地做 部長 我認為這麼大的問題 非常嚴重 都讓他們在那裡做人情 在那裡做 我覺得 是要怎麼 要是要怎麼信用 我們重要的 大家沒有過多 地方的管事長 過多在我們 政府中心 所以我覺得很無奈 真的有夠無奈 因為這樣做的時候 有的應該做的 他沒有做到 部長 真的這個有不是無的 真的我們要去查 現在這個疫苗 是有錢買不到的 所以要深掛的金屬 你說如果發最高的 兩百萬 一個金屬發的兩百萬 沒什麼啦 再來上面一支兩千塊 現在一支兩萬塊就買不到啦 部長 我認為這裡要上市 去處理 我們還要去想 看未來這裡 當時 這有時候他們在弘聲說 蘇帝還要再給錢 這我一人沒錢 所以部長 我真的看你們指揮中心 我真的看你們指揮中心 沒有未來 沒有想美國送給我們 日本送給我們 去讓這些人去做人情 沒有想你們的努力 沒有想我們總統 加加高官的努力 有 部長 辛苦 辛苦 反辛苦 該主力要去查 要去查 來部長 請坐 再來我來問 尹部長 尹部長 部長 尹部長 尹部長 是嫁人 沒有人 暗多 暗時 八點 大家就 很彰亮 尹部長 尹部長 如果我之前問一下 你指揮上你的改進 在二萬四以後 三萬 你的未來 可以改進 結果 你們現在 出就出來 要改進什麼 你是如何 我沒有要幾位說 主要有報的人共體時間 以路進展 可以每一個人都兩萬塊來 或是每一個人都一萬塊來 有的人 講到很無聊 我六歲金 頂等我都沒有得到 我感覺 國經紀無憾壞 今年的經紀那麥先生 我又說你還沒得到 部長 相愛的心想 在你裡面 所說的社會 說實在 我看不到你們政黨 做得不好 今年的要怎麼做 我相信坐在這裡的主管 應該都認為 今年是變頂等的經濟還好嗎 比頂等還要這麼好 部長 你欠債五十萬以下 你如果想說兩個女兒母 如果領身水的時候 他要怎麼去申請 你說 今年的經濟有那麼壞 你的頂等一百人可以申請 你六十萬以下 部長 要滾動市去檢討 不是這樣在說的啦 部長 我覺得我們要有同理心 真的要有同理心 真的要有同理心 齁 來 林市長 在這裡本學要來講一下 說 公司養護 你們規定一個要減到五十分 可以申請 我相信如果今年減到五十分 有辦法申請你們頂張 我相信這間公司 到位了啦 到位了啦 委員 我們不是今年 我們是五六七三個月 我知道 你的規定 我知道 我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討論說 是不是四十分 可以補助多少 三十分可以補助多少 因為我們的經濟 真的最近不好 你等五十分的時候 已經沒有法度行進了啦 所以這件事 要以去了解一下 主席給我三十秒就好 再來 我要讓我們的教育部部長 不用在這裡就好 三十秒而已 我要讓你說 我們都有補助 公家機關 我們的樹立的學校 沒有補助 我們叫人要退錢 退什麼 你們的生活任意 樹立的有錢 開 不過你要想到 現在少子化 樹立的也 重金要倒了 我們要有一個平台 讓他看要怎麼來 孩子處理好 會當好 繼續經營 以上 謝謝王美會委員 接著我們休息五分鐘 佐學長 這個是覺得什麼 我真的掌握 真的 有 我等一下 雖然還沒拿 雖然還沒拿 可是你如果想說 現在我不懂得來 是要把你錢的東西 因為廣經的 人家說的錢 你說你的錢 例如你貸錢 我只是心很痛 請給一兩個好幾個 去這個最後要爬 我也是怕 tus才 城隍岩道 真的我最愛東西 summoned 好 倩規 客官可以赶紧其他自貿易的予ening 從曾經推進去 賽者ミス 收藏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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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居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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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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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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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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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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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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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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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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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